把停歷點設越高 你要等待的時間就越長 當你等待的時間越長 你就要必須受市場的折磨 但我們常常會被折磨的過程中就投降 在我投資組合裡面都不會有 不會有X 我覺得我買X就好了 就贏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Smart投資教室 我們今天請到蕭碧彥蕭老師 蕭老師好 好 大家好 我們老師常常告訴我們 定期定額要停歷不停扣 對 可是好像大家都會停扣 心魔也很多 而且都不知道要停歷 就是停歷點到了不停歷 有利不停有損才要停扣 心魔很多 這完全跟我做不一樣 真的 然後我們會想問老師說 好多人也來問 老師那我基金到底一次要買幾檔 我股债到底要怎麼分配啊 今天我們通通要來問老師 好 我們一次把它講清楚 好 但是如果你有一萬塊可以扣 那你當然可以想三支 三千三千四千 對啊你就可以 所以要買幾支 不是買幾支是對的 是先想有能力扣幾支 再來想幾支的問題 然後想幾支才有資產配置的問題 那你只有買一支 你是不是要做什麼資產配置 你就不用想了 還要股债比 你是股债什麼比啊 我還看過最早最早 我一定很多都聽過這個笑話 投資型保單一個月是兩千塊 但他可以每檔基金只買兩百塊 所以有人就這樣子買了十支 兩千塊買了十支 就為了資產配置 又為了股债比 人家這樣子資產分配啊 這樣子有沒有合理 不是合不合理 是意義在哪裡 能霸扣的意義在哪裡 然後呢 他就這樣子扣扣扣了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以後 他說我90%要不要買 老師我可以問一下 你看到90%你要不要買 要啊 但我說那你為什麼不買 你90%賣你到底困擾是什麼 他說我其實只賺一萬多 沒有說不能說你不對 但是有什麼意義 所以真的每個月要足夠的 先想你到底有多少錢 我認為要不要資產配置 甚至以來是說你的股債比 應該是多少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如果我很有錢 我可能會都不投資了 我會全部都做定存 定存就好了 是 所以這個是不是 大家都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沒有一個標準 大家一定要套在誰的手中 總之一件事情 你怎麼做投資 你怎麼分配 你只要知道你的風險 是不是你可以承受的 這才是重點 而不是一定要多少 因為有人就是喜歡做大怒神 對 去遊樂園大家喜歡做的不一樣 對 想做就是那個邏輯 我沒辦法做大怒神 我沒辦法 我覺得那就是了解 怕 可是有人喜歡刺激啊 我不喜歡 所以每一個人就不一樣 對 所以你不要硬要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但我總覺得你要做大怒神之前 你就知道它很恐怖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就好 所以股債要多少 不是有一定的答案 我請問你 我們常常看到報章媒體 那些專家都會告訴我們 現在股債比應該要多少 你真的回去瞧嗎 你才三千塊 你瞧什麼 沒有辦法 你那種東西 人家為什麼要這樣講 人家是法人 人家一去都幾百億 幾千億在玩 人家不瞧嗎 要瞧 人家說我台積電賺好多 你買一張能賺多少 人家為什麼可以當日沖 因為人家一次買100張 所以不要每一次都人家什麼 你都要什麼 你可不可以想想你自己 先了解自己對不對 那老師你有提醒我們說 要停歷不要停扣 我們先講 那要多少才能 停歷對不對 好 停歷點應該怎麼設才對 我問你 不同基金有沒有不一樣 停歷點 越高 你等的時間是不是越久 也有可能不來 停 我們你知道為什麼停歷點 大家會很困擾 定少了不甘願 對啊 為什麼 定多了它又不會到 對啊怎麼辦 所以大家就為這件事情很困擾 所以到底要定多少 我到現在還是很困擾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是 如果你定10% 我定30% 我們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就你賺比較多啊 好 未來的10年 我們都一直扣一直扣 但是你只要看到10%你就賣 我只要我只要看到30%我才賣 我來跟各位講是差別再賣 10年了我們都不停扣 你是不是常常10%是不是常常在賣 對 這10年來請問你停歷的次數是不是很多 一定我比老師多 你次數一定比我多 你常常在停歷 但是你每次賣掉的錢沒有太多 金額很少 但是我是不是賣掉的次數比你少 對 但是我的金額會比你大 對 所以你叫做什麼 常常微笑 而且你還不常哭 哦 為什麼 因為你賣掉以後才疫情才來 欸 所以你已經賣掉 啊我咧就哭到了 因為我沒賣 我哭了 我下耳朵 所以叫做常常微笑不常哭 偶爾笑 笑得比你大聲 但必須接受偶爾哭 你要哪一個 這個又是回到自己 所以我跟你講你要把停歷點 設越高 你要等待的時間就越長 當你等待的時間越長 你就要必須受市場的折磨 但我們常常會被折磨的過程中就投降 我問你 你本來定30% 10%你賣了對不對 我沒賣 到20%我會不會偷笑你 對 賣太早了 但是偏偏到28% 疫情來了 我被掃回去 哇 漢老師哭了 然後我掃到20% 我從28%變20% 我心裡怎麼想 沒關係 先不出 但我只要掃到剩8% 我會怎麼想 早知道18就賣 對啊 然後我現在要不要把停歷點往下調 會 要 就調一下 但是他又一直往後腿 最後你就會賣在3% 智掌3%的時候 趕快賣 因為再不賣要變富得了 對 心裡會好掙扎 所以我告訴你 定多不是不可以 是你要忍受那個過程 可不可以 看自己 你如果不能忍受 可不可以不要定那麼高 10%10%的 常常微笑沒什麼不好 對 所以我常常講一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一般的停歷點是15到20% 好 是大家比較容易等待的一個數字 好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是一個可以等更久 可以忍受的人 那麼就定30 好 但你如果覺得你也不行 你也定10啊 嗯 就給大家自己去調整 依據個人的風格去調 可是我很喜歡老師說的 15到20% 是我們常常微笑的甜蜜的停扣點 這個我好愛哦 不要因為賣掉再漲就生氣 我就問你嘛 你要是15%賣掉 之後再漲 你會怎樣 不要生氣啦 就是只要再漲兩個月 內心會那個賣一下 就是賣完以後 再漲兩個月你會怎樣 內心會賣一下 不開心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10%賣掉了 再跌兩個月你會怎樣 開心啊 無聊 你看賠錢開心 賺錢不開心 你不是覺得你自己很無聊嗎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用這樣想對不對 對就是你賺錢為什麼要不開心 你就只想你自己 明明賺15%反而不開心 跌10%還開心 真是無聊到幾點 所以我就告訴我 有力不停 有損才要走 你真的是幹嘛 對 所以我們要停力 停力那麼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你碰到這種疫情的時候 你就會 老神在在 很開心 對 老神在在 我告訴你 我必須要很驕傲的說 2008年那一波 2008年是不是在9月的時候發生風暴 我在5月的時候賣光我所有的基金 美國科技型基金 為什麼這兩個是很類似 因為你全球科技型基金 大概也有八成都在買 七八成都在買 因為為什麼全球最偉大的科技公司 都會在美國灌牌 所以你投資美國的科技 就可以在美國的 LASA的這個市場買到這些 很優質的公司 所以這個就是全球 所以你買全球科技或買美國科技 我覺得不分帳下 台灣 台灣的基金基本上就是科技基金 也是 所以這三個我現在是在我的心中就是一軍 然後1.5軍好了 1.5軍 生技跟中國 但是我中國沒有給他那麼高 只是他絕對不是一軍 他的循環的時間變短了 對 那生技我為什麼也把它放到 1.5軍 因為生技他扣款的過程 他會比科技來的長一點 循環會比較舊 對比較舊一點 像最近有一個人 我就舉個例子 有人就說我現在要買醫療 醫療 好 那我意思是說 醫療不是現在不能買 現在醫療很夯 疫情過了以後 你的醫療又不夯 就沒有需求那麼大了 所以你在買定時定額 你不能夠去買現在夯的 你不要這樣子想 應該去想未來 未來還會持續航 還會不會持續航 那個你買下去 才會是個長期 不然你都是在做短線 好 謝謝老師今天的提醒 然後那些區域型 我都覺得已經到二軍區 區域全部都到二軍了 對 像比如說有人講亞洲 亞洲不也就是東北亞加東協嗎 東協你都不愛 東北亞 東北亞你不會自己買一支台灣 一支中國 不是結束了嗎 有人說韓國勒 我告訴你 你買韓國 還不如買台灣 台灣更厲害 而且我們買台灣還沒有會財 對 尤其是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從來 在我投資組合裡面都不會有韓國 不會有韓國 我覺得我買台灣就好了 就贏了 就贏了 然後原物料我已經把它放到三軍區 基本上我是覺得要分手的 你要不要分手 大家不要分手自己看著辦 但是基本上他就是要這麼久 那你願意跟他長期談戀 那你就去談吧 不能就阻止人家 對老師你要提醒我們停扣之後 好 當然不能停扣 可是我們剛剛有沒有講說 停歷 對不起 停歷之後 停歷之後呢 如果你要產生所謂的 負利效果 你就是再去買別的基金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沒有講 一軍二軍 一軍有三支 對 或者是到一點五支好了 你現在只買兩支而已 你是不是還有三支 那你現在想 你現在不是停歷就有錢 你為什麼不把那三支買錢 哦 所以你可以利用那一筆錢去買 但是你一定會告訴我說 高點開始扣電視電容 高點不能扣 長度我能接受就可以了 你不扣你的錢又被你花完了 對 那老師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我們要太弱流強的時候 你這次基金停扣的時候 你有提醒我們 停扣 如果你認為這一檔基金已經是三軍了 你現在不好了 你要停扣 馬上賣掉 不要再等了 因為你就是認為它會越來越差 如果你還留著就是會越來越差 你擋到什麼時候回來 尤其你又沒有 你已經停扣 對 所以記住 停扣的當下就把你的基金賣掉 然後拿到好的地方去賺回來 跟我們那個停歷的概念一樣 我們停歷之後 我們還是要續扣 但是我們要扣的是一個好的基金 對不對 對 但是停歷之後 你可以把原來停歷的那一筆錢 再去多買 多買 就是加碼 你原來的基金就從你的賬不出來 你停歷不是有一筆錢嗎 不然你不加碼 你是把它買一個LV包回來嗎 不划算 對 那你永遠不會有錢 對 好 然後老師有提醒我們加碼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 有賢錢 要賢錢 對不對 有勇氣 有勇氣 如果你有錢沒用 現在是這個時候 現在當然要有勇氣 再往下跌 你有勇氣加下去嗎 我們加碼可不是加一次 對 我有沒有這麼多次的勇氣 對 所以你要想清楚這件事 如果你都沒有 那你就乖乖 定時定額不要停扣就好 就好了 就好 但是 我建議 現在好歹 也把你的定時定額稍微增加一點扣款的金額 譬如說你原來扣三千 你可不可以扣個三千或四千 怎麼樣說呢 學學怎麼樣叫做人家恐懼的時候 你貪婪 你不去試 你怎麼知道你原來是可以貪婪的 對 我覺得老師真的提醒我們 在2020年你看三月四月這樣下跌的時候 是大家很恐慌的時候 但是老師提醒我們說 我們要適度的增加一點定期定額的扣款金額 如果你沒有像我 我這個人是已經是沒有什麼感覺了 而且你越恐慌我越開心 沒有叫你說一定要加碼 你加碼多少或拿多少錢出來加碼 你就這樣加個500 試看看 就慢慢就去試 這個市場的投資就是你要自己慢慢去體驗 當你體驗了以後你就會進步 尤其是剛剛那個停留點 你從長長微笑 你只要體驗完你就會變成偶爾笑 最後你就會仰天長笑 你笑得更大聲了 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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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再來賣 可是仰天長笑必須接受一直哭 對會常常哭 不是只有常常哭是一直哭 一直哭 又哭很久這樣子 哭很久 因為中間太多事情 好謝謝蝦老師今天幫我們 解答了很多停歷 停損要加碼 然後老師也鼓勵我們在這一段股災的時候 要嘗試著稍微貪婪一點點 或許你加碼個500塊 本來3000塊你加碼個500塊 因為你在這個實際的例子裡面 去體驗 去體驗 你可能以後就會有更多自己的心得 我們適度的一點點一點點的加碼 來訓練 譬如說你剛剛不是有停歷嗎 停歷如果你已經買齊了 其實那就是你可以加碼的錢 好謝謝老師今天的提醒 那我們smart投資家老師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